大家好 我是小菜花 今天和大家分享好看又好吃的西蘭花 首先把西蘭花一小朵一小朵的切下來 把切好的西蘭花放到清水中 再放進些鹽 用鹽水浸泡十分鐘 把躲在西蘭花裡的小蟲子泡出來 泡西蘭花的時候 切點蒜末 再切兩個小米辣 不愛吃辣也可以不放 把西蘭花的梗切成片 西蘭花泡好鹽水後 換水 多清洗兩遍 再撈起控水 鍋中水燒開 倒進少許油 再放進一小勺鹽 接著把西蘭花放進來 把西蘭花焯至斷生 撈起控水 緊接著給超好水的西蘭花擺盤 把西蘭花梗帶皮的一面朝上 擺在盤子的中間下面 再把小朵的西蘭花 擺在西蘭花梗的上面 擺成一棵大樹的形狀 熱鍋下油 放進蒜末辣椒 扁香 接著放進適量生抽 適量蠔油 拌勻 再倒入拌碗水澱粉 邊煮邊攪拌 煮至湯汁變透明狀 變粘稠就可以了 把煮好的調味汁淋在西蘭花的花朵上 今天好看又好吃的西蘭花就做好了 喜歡我的視頻歡迎分享收藏點贊